濃煙火光伴隨鎮耳欲龍的鞭炮聲 廟會肉鏡吸引眾多民眾參與 場面盛大又熱鬧 但... 這樣的音量發生在凌晨兩三點 你能接受嗎 半天半夜啦 村民沒有叫你這樣 不碰得那麼大聲 會擾民嗎 就是沒辦法睡覺啊 晚上太吵了 就是一年一次就是大家冷暖一下 台北市猛甲秦山宮19號開始 舉行為期三天的繞境活動 原本預計晚上12點前就會結束 卻因為路線規劃問題延遲到凌晨4點 這時間有一個尊重控制 幾年去刮圓內 你怎麼判不刮看 那就是炒人 這就不刮 每一年就是放圓內 青山宮已經有160年的歷史 從清朝開始 每年農曆10月20到22日 都會舉辦大規模繞境 範圍就是整個萬華地區 當地人俗稱為猛甲大拜拜 一年僅僅三天 廟方人員當然希望保留傳統文化 越盛大越好 但三更半夜放鞭炮 確實已經對附近居民造成影響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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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